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验很有关系的一个事情 我们先看一下祖国 那我可能会有点像用念稿的方式处理 第一个是 我觉得分段这个概念 知识成王败寇的政治学 因为人民跟土地是无法分段的 历史连续而政治分段 别忘了 爱国主义也只不过是 奋战过程中偶然的现象 国家只是政治的后果 不是历史的必然 那收藏家的角色 有时候是政治的 有时候是历史的 有时候都是 所以当产品变成展览的时候 便走在政治跟历史的红线上 然后印度的一个学者 Ashes Nandy 他曾经问邱元亮一个问题 他说 如果国家你给他一个性别的话 他会是男的还是女的 比如说 德国人很习惯称自己的国家是富国 fatherland 那印度跟其他国家 说母国嘛 所以是motherland 那中国呢 中国我们怎么称呼我们自己的国家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中国好像 我们比较习惯的说法应该是祖国 祖国意思是说 先人之国为祖国 就是ancenstors 那祖国只是先人住过的地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人都是占据于这个事件 相对于很久来说 都是终继的居所 以色列跟巴基斯坦的 对不起 巴勒斯坦的冲突也告诉我们 不管你住多久 或者住过与否 也不代表你有所有权 所以当下的民族国家 只是政治的结果 其实跟血缘没有什么关系的 祖国 我大概是1966年左右出生 所以在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上 那个是一个秋海棠 的样子 祖国 那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蒙古国 现在蒙古国其实是在蒋介石 在抗日以后才浪的苏联 变成老母纪 那从秋海棠变成老母纪的过程 在台湾的基图教育里头 会告诉说 这是中共的错 中共 中国的错 因为他让一个漂亮的秋海棠 变成是一个老母纪 那 孔夫子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就说 他说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那蒋介石在台湾 其实一直说到自己是民族 救星 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书法家 也是这次 汉小轩展览的一个 有点像是开头戏 那时候他认台湾 监裁院院长的书法大家 余佑任 他常常其实大笔一回 就写民族救星四个字 所以台湾早期有非常多 余佑任的书法 民族救星啊 什么领袖 全部都是余佑任的书法 所以 然后 西方的风景画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事 我们先看一下非常早的 1924年 全城坡的一幅画 叫嘉义界外 西方的风景画 比如说Landscape Painting 它是由可以路化的景色所框 但是中国的文人画好像不太一样 中国文人画是由人寄居其中的 但我一直在想这些风景 不管是西方的还是台湾的 到底跟我自己住的地方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台湾的农村 并不是西方意义的风景画 不是那种Landscape Painting 也不是中国的文人画 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生产型的农村 那后来呢 客厅变成工厂 全岛都变成加工厂 所以呢 再后来农地就碎裂化成 碎裂的卷入整个都市的过程里头 所以台湾的农村对我来说 它既不录艺术 它也不是画 就好像Lamond Williams说过的那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 A working country is hardly ever landscape 这是一个工作的农村的东西 是几乎不能成为景观 景观是非常漂亮的 没有生产性的 它越useless它越成为景观 但是田园景是有的 譬如说1920年 陈辰波的画里头 在陈辰波画里头 也没有什么人 人基本上只是装饰品 这是他非常有名的淡水的话 那陈辰波其实是在 台湾念本科生的时候 受到一个日本老师的指导 所以他开始学会西方的那种绘画的东西 后来他到日本东京的研究所去念书 那毕业完以后呢 他其实受聘到中国上海 新华跟 新华一专跟苍明意愿任教 而且他那一年呢 并获选为中国12位代表的画家 在1929年6月 他用清流那部那个画 受推荐代表中华民国参加 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 我们看一下清流 这是他带着谁 他当年有画过 可以把这个讨厌的拿着 他也画过西湖 然后这幅画是他1929年画的 然后那时候代表 中国12个画家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的画 那在228事件爆发以后呢 在1947年3月25号 他被国民党枪杀于 嘉义火车站 那离他入选 离他那个1926年入选 第七届日本帝国美展的画作 嘉义街外不远之处 就是我们刚刚看了第一幅画 然后在228事变他被枪杀 那两年以后呢 我妈妈就生在台中武器港的小鱼港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我爸爸 我出生那年刚好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 我卸了我的年纪 我出生那年呢 很巧 不管在这边的军阀局 还是另外一边的军阀局 我觉得两个政府都是一个数学之忧生 因为我并不知道 比如说文化大革命 死了多少钱 死了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228或白事恐怖 死了多少人 所以这两个军阀局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好 这是陈介仁的作品 就是加工厂的 我说过台湾的农村并不是像中国的文文化 也不是像西方的landscape painting 基本上在我早期小时候 我们家每一户人家都是充满了各种加工的状况 我小时候逢过雨伞 台湾在50年代 大概制造了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雨伞 就是在我们的农村里头制造 所以我小时候逢过雨伞 然后我会逢毛衣 我会做巴比娃娃的衣服 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客厅 都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所以我雨伞 巴比娃娃毛衣 还有什么扭扣 像这种扣子啊等等 就全台湾都是这种加工厂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是个working country working country是不会变成landscape 那这是军阀局 这是陈建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我基本上我不太懂离善 因为我基本上没有见过我的祖父母 我也没有祭拜过祖父母的坟地 我在台湾也没有土地 我妈妈的亲戚其实就是 我与土地所有的联系 那我爸爸是14岁被国民党抓来台湾的 他离开五夷三下的农村 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亲姐姐刚出生 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姐姐 所以我爸爸的副国在祖国 可是我的副国就是他的家 我的家乡呢不用像我爸爸一样 每天要想象或遥望 我的母国其实就是我妈 我外婆我阿姨的家 我遇所在我的母亲之地 那冷战时期开始的时候呢 美日台的关系刚好使台湾成为 中国统一的障碍 跟各位刚好相反 因为蒋介石其实在 现在很多历史是要告诉我们 蒋介石其实在中美断交前 已经跟美国商量好了 说没关系他不要势不两立 他可以两个中国都无所谓 可是因为美国不答应 所以后来我们就退出联合国 那所以我父亲跟当初来台湾的 几十万的军人 父辈那些姨婆们 为了这个蒋介石那个 势不两立的谎言 抛家弃止 与对外人势不两立 话灰烬也成恨 这当然是我从小生长了 环境的一些感受 然后 讲这个有点沉重 接下来凯美断交以后 美国军事援助团撤出 然后那时候台湾开始了 有社区的概念 因为社区这个字 其实不是台湾本土的 我们以前叫村 叫洛 叫各种不同名字 那时候因为是因为美军救援团在台湾 所以社区原本是一个规划的 救助补助的单位 然后我们慢慢用社区的概念 取代历史上 我们称呼我们自己家乡的名字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什么什么社区 什么什么社区 什么什么社区 好 所以我说我不懂离散 因为我其实 从小就在我妈妈的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回到那个 妈德烂连 我小时候住的眷村 眷村 有一个竹枝 侯竹枝是一个台湾很重要的 女性艺术家 他拍过非常多 主要你眷村的东西 那眷村其实是一个 分段的安居 它是一个新故乡 然后台湾大概早期有将近 一千多个眷村 然后有三分之一的外省人 是住在眷村里头的 然后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作品 都得到 听到非常多这种故事 比如说 在他的中文序跟黄克正 这个故事里头 一个本省的台湾的客家人 他嫁给了一个外省 从湖北来的军人 结婚以后呢 一家四口都住在 四平大小的房间里头 七年 而后呢 他又从台中搬到左营的 父亲新村 再搬到重拾 那丈夫因为都在外面 带兵打仗 常常一两个月没有回家 然后全靠邻里来排解寂寞 后来小孩大了 中文基呢 就到男子搭工区 上了二十几年的班 住在左营快要四十年 就几乎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因为两个都是从外地来 那这个第二故乡呢 在台湾慢慢的 我们会把眷村全部都拆掉 变成新的房子 或者 把房子留下来 把人赶走 然后变成 全世界流行的文创 产业园区 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故事 比如说是上九局跟路多 那是两个来自不同的省份的 中国人在台湾 然后 银沉蓝局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非常普遍的 台湾眷村的状况 那在这个系列里头 在熟知的作品里头 基本上以女性的叙事 独照 屋井 竖井 上弄街角 来展现这个眷村的整体感受 那么 他的剩余主题其实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类似 从一个人开始 然后街 屋内 竖井 公共空间 因为它变成是一个 非常眷村化的那种空间辨识体系 彰显了整个眷村生活的整体性 住过眷村的人都知道 什么叫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的意思是说 你这样的客厅 其实就是别人家的巷弄 这就是眷村 就是我们 所有人会这样跑来跑去 那 眷村的孩子 比如说我们这一代 作为眷村的孩子 大概就是 我们记录了也见证了保值其内的中国 那中国就是在 是中国的此存在的证明 那我们这些孩子呢 也是两岸空间的 关系性指标 我跟我父亲的相处比较少 没什么机会跟我父亲相处 我跟他相处的过程中 哭诉跟请求都是非常陌生的 记忆中我大概跟我父亲 没有讲超过二十句话吧 然后他面对的是一个从小五开始 他打我就会打他的一个孩子 然后一个在国一的时候 我国一的时候他去世 然后他在八二九军医院上班 所以他死掉的时候 我去医院守灵吗 就是台湾早期有一个那种绿色的灶子 就是你吃不完菜的时候可以灶的那种灶子 然后我在那个军医院里头 我父亲过世那天 就是他就是一个人躺在那个大桌子上 然后上面有一个绿色的沙灶灶着 很像一个吃不完的菜肴 在那个桌子上 然后 他小时候常常把我放在一个 我记得小时候他常常 那个脚踏车把我从永春街 一路拉到那个八二三路径医院的路上 他很少讲话 仿佛那条路就是他在明北的那个丘陵 然后他想要讲话的好像也不是我 是他那个未成谋面的女儿 我的同夫一母的姐姐 所以既未成谋面又何来话语 我在他的前面 其实他不见得可以看到我 所以我们的关系有点像是个挫字的爱 总来不及在学会的时候就用完了 或在能够使唤的时候找不到对象 然后 他非常喜欢拉狐情 可是又拉得非常难听 而且总是那两三曲 一模一样的护情 所以我其实非常讨厌他拉护情 我小时候都在我外婆家度过 那个快乐的暑假 比如说 我到台中的五岐港区 跟我外公捕鱼 然后剥牡蜜壳 然后听着我外公 小时候说吃两个月鲨鱼肉的故事 对台湾的渔民来说 鲨鱼是一个最没有经济价值的鱼种 所以呢 通常渔民 它不会很多鱼 就把最贵的鱼都卖掉 可是自己吃鲨鱼 所以我每次去 暑假两个月 我就每天都吃鲨鱼 各种不同的鲨鱼 等了我 然后 我小学六年级 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爸爸大概 因为 因为生病的关系 他就讲不错话来 是没有声音的 就开了一个洞 所以我常常觉得 他的黄昏就是我的青春 就是 我很晚才开始意识到 或者认识到 我爸爸黄昏中的风景是什么 所以我 我常跟我 我常长大以后开始想说 他信也好 不信也好 譬如说 我们在 我在大三的时候 是1989年 我们那时候有一些学生 跟同学 甚至 也试过 我们那时候从金门 要偷渡到厦门 然后坐小船偷渡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要去支持中国 血运 然后像我啊 林振修啊 他们 我们 以前 我不知道该不该讲这个故事 反正 总之呢 我们就想要偷渡过去 可是中间 被警察拦下来了 然后就送回来 可是那时候偷渡是叛国罪 可是 呃 呃 警察说我们这些学生是为了要 因为是学生啊 然后那时候已经 呃 解研了 因为我们是1987 解研的 所以在解研的那阵子 时间里头 他变得没有 政治上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我们偷渡到一半 就被警察送回来 然后警察叫我们乖乖回家 说国家大事不是学生可以管的 所以我们就没事的被送回来 然后我工作的地方呢 呃 是破州报 那破州报呃 是台湾少数几个 呃 维持很久的 另类媒体 然后破州报有一阵子的时间 常常被中国封锁 所以你看不到那个网站 可是我们在台湾呢 常常被人家骂为 左统的报纸 所以 你工作的一个地方 然后被中国封锁 可是被台湾人 视为左统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有时候不知道你自己是 到底在做哪一种报纸 然后 我认识非常多 我认识不少外读会的朋友 然后 年轻的时候参加学运啊 然后也帮民进党 呃 呃 助选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家那个眷村是台北县 最大的一个眷村 大概有八百多户人 然后 三千多人 然后呃 他叫陆光宜村 陆光宜村就是陆军的第一个村子 所以从北到南这样一路排下来 然后陆光宜村那时候呃 有八百多户三千多人 有一次我们在选 呃选举 因为以前选举是 对我来说是非常呃 无聊的 就是我爸爸通常会 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他通常会回来说呃 这次国防部呃 呃命令我们要投给谁 然后我们全村就会投给同一个人 一直到我二十岁那一年 我终于有呃 呃 选举权利的时候 然后呃 整个眷村就开始 我记得还是那时候是 台北县长游青第一次竞选 就民党成立了 然后开始开始民党可以选举了 所以整个圈子 村子里头三千多票 出现了一个叛乱票 一张叛乱票 一张叛乱票 就是投给民进党 然后呢 全村的那些父老 那个长辈们就 每天晚上都在街 就那天晚上都在街上游行 说他要抓住汉奸 呃 抓住叛贼 然后呃 那时候我就躲在家 也都不敢出去 这样 然后我妈妈一直怀疑 说那个叛乱票 一定是我投的 的票 这样 呃 的确也是我投的 整个眷村就是我投 呃 第一票 然后我也曾经在地下电台 组织过很多呃 争论跟音乐的节目 然后呃 做过反核 然后呃 呃 呃 干了很多事 然后 我身上有很多那种呢 呃 照理说我应该不能成为 国际大学的教授 因为我有袭警 然后我有 违反社会安全法 被关过两天 然后呃 毁谤啊什么什么等等 这我觉得我呃 所以我的生活 其实一点欣喜都没有 就是我其实在没有什么 选择的时候 一直前进 所以唯一 如果现在长大来 唯一可以 得到的一些狗屁的结论就是 你起码拒绝 比追求的勇气多 那用在政治上 起码我可以不用跟妹叔谈恋爱 但是你会用在爱情上 就会很惨 所以我大概从我爸爸身上学到的是一个 14岁的小孩绝对学不会的事情 因为14岁的小孩是 他被国民党抓兵的那个年纪 而我14岁的时候刚好是他过时的年纪 然后一个14岁就被抓去 冲军打仗的孩子 那他可能学会了很多事情 在他那个年纪 所以 我觉得 离善 离善是一个 我想要有点 过于沉重 有点混乱 好 离善其实是一个犹太人的专利 但不是专属的 比如说从罗马时期 犹太人出门的时候要带黄丝巾 然后很多工作不能做 他只能做会计 做一些特定的职业 那流离飘破 受不同的族群的国家的欺压 但是当犹太人建国以后 也使别人重复他们的历史 所以台湾对我来说一直是他者的家园 以前是 现在是 未来也是 现在台湾总共有将近42万的外劳 然后有38万的外籍新娘 38万的外籍新娘包含了中华民 包含中国的新娘 然后这个大概是目前台湾 所有结婚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因为台湾人现在越来越少结婚 越来越少生小孩 所以我们大概新生儿的比例 在南部的一些小学或县市 大概六个孩子中 有一个孩子就是外籍新娘的小孩 那 所以 如果台湾一直是他者的家园 我们可以这样想 二战以后 日本人从台湾撤出了 大概20万人左右 然后国民党大概带了200万人到台湾 这是1949年的故事 那 现在呢 台湾的移民 就减缓了 可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外劳进来 或者是外籍新娘进来 那 如果台湾成为 他者下一个故障的 痛苦跟梦想 那中国呢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他像台湾可是又 不那么台湾 这也是 同样是那个女性艺术家 侯淑志的作品 他跑到高雄的南方 拍了很多这样的作品 然后 也跟这些外籍妈妈 外籍新 就是印尼 来自印尼 越南的 母亲 回到他们的母国去 因为 他们通常来这边只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 他希望嫁给一个台湾的有钱人 或起码有工作人 以至于他在家乡 他的富国可以盖房子 所以呢 我们 熟知其实跟他们 回到他们的家里 越南或印尼的家里 然后看他们家里 盖一个非常豪华的房子 因为30万台币 就可以盖一个非常豪华的房子 可是他们自己却在 台湾的农村里头 过得非常苦 他们成为男人 生产跟生殖的工具 他们要务农 要做家事 然后一边顺 一边 不是一边 除了生小孩以外 作为生殖的工人以外 他要生产 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 他这么牺牲 其实是为了他的 父亲的国家 可是他 自己 他的小孩 其实是跟他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说 motherland 就整个台湾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motherland 的过程 最后 我觉得我们的历史上 总是重养 强者的价值 轻视弱者的价值 然后我们很容易 赞扬 狮子的历史 忘记猎物的历史 那分段中的聚合时 离散会有工居处 我们终究会预居在我们自己的心内 所以最后我希望可以用 引用一句话 这句话我在很多地方都一直不断地说 它对我来说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特别是对我一个这种 外城第二代 然后 我觉得我够爱台湾 可是常常被人家说不爱台湾 然后我对祖国是有点想象的 可是常常 被祖国 怎么说呢 就是祖国曾经让我想象的 或重养的价值 一件一件或 越来越快地消失了 也就是说 以前我想象的那些 共产主义 那些伟大的革命 什么什么等等 这价值 就越来越不见了 如果要台湾 找出一个 不是以血缘为主题的 不是以血缘 不是以清缘为主的这种 认同关系 那请告诉我 中国有哪一个价值 是让台湾人觉得可以统一的 或愿意统一的 如果不是血缘 所以最后让我用 Albert Saeed 就是写那个 Orientalism 东方主义的那个作者说的话 他说 他引用了一个14世纪的 印度学者说的话 他说作为一个初学者 他热爱自己的家乡 作为一个强者 他爱全世界 作为一个玩人 他什么都不爱 因为作为一个初学者 他会把他的爱 全部付出在一个地方 一个强者 他会把爱推进全世界 可是一个玩人 他对这世界已经止息了爱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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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